哟 大家好呀 我要染黑发了 阿宇的Vlog 但是为了保留一些好彩头 我决定部分染黑发 先把头发分成两部分 这是个发悬 可不是凸了 请把你们弹幕里的凸了撤回 一部分是要保护起来的 另外一部分就把它染黑咯 忽略我这个三天没洗的头啊 我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染完之后 一遮起来 外面就是个黑头发 我现在头上已经好几个颜色了 新长出来的黑头发 挑过一次的棕色的头发 然后是这些染过灰色的头发 实在是太花了 如果只是长出来的黑发 然后下面都是一个颜色的话 那我还是能接受的 当然现在它已经有超过三种颜色 在我的头上 我就有点难受了 所以思来想去还是给它染黑了吧 还是这个花王的还原黑 它是属于那种染完以后 也不是很黑 而且掉色掉着掉着 就会掉成深棕色那个颜色 这个还原黑里面有一个2G 1G 还有一个护发素 还有副手套 花王的手套都挺好的 挺厚实的 跟我自己买的这种 嗯 完全不太一样 这种手套真的很薄 剪狗屎啊 你剪完之后 你把手套扔了 手上还是会有狗屎的味道残留 我们先打开2G 把这个1G倒进去 上下颠倒5次 OK 换上这个挤压的盖子就可以开始咯 哦 爽 味道还是有一点点重 一些些呛鼻子 我怎么记得以前没这么呛鼻子 嗯 还有一些辣眼睛 哎 你们说我这披尖有什么用呀 它完全也遮不住我的衣服呀 啊 果然泡沫染发剂就是爽啊 染起来真方便 但是很多好看的颜色都没有泡沫染发剂 那么大家肯定会疑问了 为什么那些鲜艳的色彩很多都没有泡沫染发剂呢 我也不知道呀 雪顶阿鱼 呃 快挪开快挪开 这里密度太高了 很好 这边的头发已经变黑咯 现在我已经把染发膏都抹上去了 后面看是这样 好像已经很黑了 我有点紧张 哎 不是不太黑吗 上次染好像没这么黑呀 等一下我等个15分钟就去洗掉了 我现在染完头发咯 我把里面的头发露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总体我蛮喜欢这个发色的 算是个阴阳头吧 沙麻花变的话大概是这样 花里胡杀的 以前头发看久了之后 突然变黑头发 嘿 感觉又是一个崭新的自己 上次还分享了一个就是暂时染深色头发 这次就真的彻底把头发染深了 好善变 好啦 那本期染头发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求求大家一定要